男孩麦克表面是个废差 其实是个超能力特工 不过问题在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天他拿着碗泡面正要开餐 却发现门外两个小偷在撬他车 他立马出门阻止 结果两个小偷一上来就要干假 麦克有点慌 可忽然间他瞳孔一缩 泡面一泼勺子一滑 抢过对方枪就来了两发 两个小偷当场上天 麦克懵逼了 卧槽这压的怎么回事啊 事情还得从麦克的身份说起 麦克从小就是个怂逼废差 自他近视以来 他就没出过小镇 因为只要他一出去 就会恐慌趁发作 黄偶不止 平日生活中 麦克也没什么大志向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收银台后收钱 不过好在他的女朋友小美很善见人意 尽管麦克拉里拉他 人也经常处于掉线状态 但小美始终在他身边帮助他 麦克有点过意不去 觉得自己耽误了小美的大好前程 因此尽管买了戒指 但他迟迟不敢求婚 这天他又坐在收银台后思考人生 忽然一个金发大姐神秘出现 他上来就对麦克吟送了一首古典诗 麦克有点疑惑 请问这盒泡面你要买吗 金发姐表情震惊 把诗句又念了一遍 麦克以为他神经病 立马就说要打烊了 金发姐只好无奈离开 但殊不知 麦克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很快 麦克就遇到了两个小偷 他瞳孔一缩 条件反射的就干掉了两人 麦克整个人吓呆了 我是谁 我在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马上打电话给小美 让其赶紧来到现场 结果警察已经赶来 直接把两人带到了审讯室 警长表示 麦克不是第一次进局子了 如果老实交代 说不定还能判清点 麦克还没辩解两句 忽然 两个拿枪歹徒走进了警局 哒哒哒就开始乱扫 警局一片大乱 不少警察当场身亡 麦克和小美试图逃跑 但没想到 歹徒就是来取麦克性命的 危机关头 麦克再次爆发 他一掏晴雨流水 打翻歹徒把对方关进了牢里 另一名歹徒也以持枪杀来 麦克带着小美赶紧溜出警局 结果对方大喊 等一下 麦克傻傻一回头 对方直接一颗手流丢来 麦克卸出后又丢了回去 砰的一声 歹徒被炸翻了 原本平静的小镇忽然出了大乱子 CIA全员出动 准备追捕这个叫麦克的男孩 金发姐在一旁焦头烂额 原来麦克是他在早年开展的 一项超能计划的试验品 因为难以控制项目被关停了 金发姐篡改了麦克的记忆 想还给他一个平静生活 但不料上级现在想杀人灭口 为了挽救麦克 金发姐才会去到商店 想用暗号激活麦克 本以为失败了 但没想到麦克已被激活 他连杀了几个CIA派来的特工 上级气到爆炸 知道是金发姐暗中搞鬼 便同时下达了对麦克和金发姐的通缉力 另一边麦克还处于懵逼状态 他慌慌张张的带小美来到朋友家躲避 朋友带他来到地下室 结果前脚刚进 后脚CIA就来了 一阵枪林待遇后 朋友们全都凉凉 特工冲到地下室跟麦克肉搏 并在通风管里放毒气 此时麦克刚把特工解决 人也晕得差不多了 好在戴上防毒面具的小美 迅速把他救了出去 中途还放倒了一名特工 所幸麦克很快恢复了 他很奇怪 不明白小美怎么会这么熟悉毒气和枪支 在他的避问下 小美道出真相 原来小美也是CIA的一员 因为当年麦克是超能计划剩余的隐患 他被派来监查麦克的情况 得知真相后 麦克不敢相信 一方面是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震惊 一方面是被小美欺骗而感到愤怒 他意识到 这些年来两人的感情都是假的 他伤心的想要离开 一旁的小美企图挽留他 表示这些年 自己对他的爱是真心的 就在两人争执时 特工又来了 他一下撞翻了两人的车 接着便下车拖走了小美 最后特工把汽油撒在车上 向电火烧死麦克 千军一发之际 金发姐及时赶来 偷偷救走了麦克 香美被带到了CIA基地 得意洋洋的上级 说他的超能男友已经被干掉了 可话音未落 有个举报电话打来 说在加油站看到了麦克和金发姐 上级被打脸了 记得立马下立继续追击 另一边金发姐告诉了麦克所有真相 原来麦克之所以这么废柴 还有恐慌症 就是金发姐之前 对他记忆和身体进行的改造 目的就是不让他离开小镇 麦克既生气又绝望 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在被人操控 他回到家中 金发姐安慰他 至少小美对他的爱是真的 因为自从超能计划被关停后 本来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的小美 却一直坚守在麦克身边 可还没说完 特工们再次赶到 麦克和金发姐反应迅速 立刻跟对方展开大战 一时间 无理火光四射 子弹乱飞 不一会儿 麦克被逼到了灶台后 他看见地上有个平底锅 便不禁想出了骚操作 只见他把平底锅往上一炮 接着冲锅底开了一枪 子弹经过反弹 一枪穿透了对面的士兵 卧槽 这样也行 见追杀屡屡失败 上级换了个办法 他亲自打电话给麦克 表示小美在他手上 如果想让对方活命 就必须乖乖来约定地点见面 于是麦克一要求前往地点 不过他的登场方式非常特别 只见他架着个疯狂喷烟花的吉普 一路冲进了现场 CIA集体都梦了 这他们是什么鬼 他们迅速撤进旁边的商店 可麦克直接撞了进去 下车后 他开启无敌外挂模式 罐头垃圾铲 火腿 全都变成了他的武器 他一路狂杀 终于拿着把锤子 来到了最强特攻坚 对方也是跟他一样的超能者 虽然不如他完美 但战斗力也异常惊人 两人你来我往 很快就达到两败最伤 最后麦克抢先拿到一把枪 本来想结果对方 但看到对方跟自己一样 只是个可怜的被操纵的试验品 他最终选择放过了对手 另一边 上级抓着小美想要开溜 直至小美已经偷偷打开了手铐 双方一阵扭倒后 金发姐也赶来战场 制服了上级 小美找到受伤的麦克 两人互相道歉 并原谅了对方 便搀扶着走出商店 在CIA所有特攻的包围下 麦克终于鼓起勇气 掏出了戒指求婚 紧接着两人被放倒了 事后 CIA的中级主管现身 因为金发姐和上级搞出来的大事情 他狠狠斥责了两人 由于上级这次的行动未经首权 他直接干掉了对方 而因为金发姐的试验品 麦克表现不错 他打算再给金发姐一次机会 于是金发姐和主管 找到被拘押起来的麦克 打算重新把他训练成一个特攻 从此 麦克彻底摆脱了自己的废柴人生 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废柴特攻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